長治鄉得寫國小的小朋友 專注的欣賞電影 在兒童節前夕 校方特別舉辦慶祝活動 讓小朋友很開心 覺得很好啊 然後又可以得校長的獎 就得了很多獎 然後又有鄉長加碼了 又得到了 就心裡很開心 我覺得今天有領獎品也是很開心 沒抽到我 下次還會再加油 電影好看嗎 電影好看 二獎 二獎 來二獎那個摸彩券先拿起來 究竟獎落誰家 小朋友緊張的看著手中的摸彩券 希望好運降臨 長治鄉公所為歡度兒童節 與在地企業共同舉辦 電影欣賞同樂區活動 除了欣賞育章娛樂的電影 贈送兒童節禮物之外 三公所還特別加碼摸彩活動 希望讓小朋友能有一個難忘兒童節回憶 我們在兒童節 很多學生都已經忘記兒童節的感覺了 那從我上任長治鄉鄉長之後 我一直希望我們的同學可以快樂學習 歡喜學習 所以在兒童節的前夕 我特別到長治鄉 我們所有的學校 來舉辦這個兒童節電影院的活動 要讓他們重溫兒童節的心意 讓他們長大之後 知道兒童節 他們有預金的這個 不一樣的兒童家節 防疫期間舉辦兒童節活動 德協國小絲毫不大意 分散學生在不同的空間欣賞電影 避免群聚感染的發生 希望讓學生放心享受兒童節活動 電影欣賞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禮堂 如果全部進來的話 包括我們幼兒學生會超過百人 所以我們就想說是三四五六的小朋友 就在這裡欣賞 那幼兒園跟一二年級的小朋友 我們就讓他在教室 校方表示 希望同時藉著安排學生分流欣賞電影 測試校內電腦及網路設備是否充足 以備因疫情學校必須停課時 學生能進行線上教學 來確保學生的受教權不會受到影響 屏東新聞 世心亭張志豪採訪報導